今天介绍勇敢者的游戏制决战丛林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原本的棋盘游戏为何变成了一副游戏卡带 五位玩家在游戏里会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他们又将如何利用克斯的技能携手走到游戏的尽头 画面一开始在1996年的一个清晨 沙滩上一名跑步的男子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一个咚咚咚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 男子发现这是一个棋盘 之后便把他送给了好友埃里克斯 看着盒子上游慢级的图标 埃里克斯才知道这是一款游戏 深夜屋子里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随后咚咚咚的声音吵醒了睡门中的埃里克斯 当他再次打开盒子后 里面的棋盘却变成了一副游戏卡带 我们的故事也正式开始 时间位于2017年 男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游戏狂热者 这天早晨他按照朋友的要求 把论文交给了对方 老黑是他的好朋友 可惜从小到大 男主一直都是老黑的跟屁虫 被色尼热衷于自拍 手机天天不离手 就连上课的时候都敢当着老师的面 和朋友视频聊天 丝毫不在意老师的存在 Masha是一位独来独往的女生 属于典型的书呆子 在学校里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这天体育课上 他无意顶撞了老师 放学后 四人也被凑在了一起 男主和老黑 由于论文的事情被学校发现 所以也被留了下来 大家被关进库房反思 整理完里面的垃圾后才能回家 老黑发现这里居然有一款老式的游戏机 看着电视上游慢级的图标 男主却是一头雾水 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款游戏 电视上总共有五个角色 里面的飞行员却不知被谁选了 老黑选择了动物学家 男主选择了博士 而贝色尼则挑选了地图学家 最后的Masha只能选择功夫达人 游戏开始后 库房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当绿色的光芒出现时 大家一个接一个被吸进了游戏里 首先落地的是男主 他发现自己不仅变成了光头 全身还都是肌肉 接着其他三人也进入了游戏 他们的外表同样发生了变化 通过四人的沟通 也确定了彼此的身份 男主首先解答了大家的疑惑 四人应该是进入了游戏世界 之所以样貌会发生改变 是因为彼此都变成了各自角色的样子 老黑是动物学家 Masha是功夫达人 而贝色尼是地图学家 突然Masha发现胳膊上刻有三道纹身 其他三人也看向自己的手臂 黑色的长条若隐若现 由于贝色尼站在河边 导致他直接被河马一口吃掉 这可把三人吓了一跳 接着天空传来了声音 随后贝色尼又掉落了下来 他们摆脱犀牛的追捕 在路口找到了一辆汽车 大家发现 这个人只是游戏里的程序 接着他开始介绍游戏规则 和一般的游戏一样 游曼吉也有一个大boss 范培尔特手中有一只雇佣兵 除了人数较多以外 他们还有各种武器 游戏中有一座神迹 范培尔特发现这个地方后 直接取走了镶嵌在石像中的绿色宝石 并且拥有了控制动物的能力 随着宝石被偷走 玩家的任务便是把宝石送回原处 只要打通游戏 就能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下车后大家开始了讨论 除了宝石以外 还有一份残缺的地图 神奇的是 除了地图学家外 其他人都看不到上面的路线 Masha瞬间领悟了过来 原来这就是贝色尼角色的技能 也就是说其他人都有各自的用处 男主通过不断的寻找 总算发现了技能表格 看得大家是一脸懵逼 因为他的属性几乎是全能的 并且没有弱点 随后另外三人也找到了各自的属性栏 格斗达人的弱点是毒液 尴尬的是老黑的动物学家 弱点居然是蛋糕 突然远处的导弹 打破了几人的交谈 范培尔特的队伍已经找到了四人 大家开始疯狂逃命 男主的角色速度瞬间就超过了三人 Masha也展现了自己的技能 面对敌人的追捕 此人只能跳下瀑布 危机结束后 Masha发现自己在刚才的打斗中 却中了一枪 接着他便在众人眼前暴体身亡 当他再次出现后 男主看着他的手臂 这才知道了原因 手臂的黑条代表的是生命 也就是说大家只有两次复活的机会 如果死亡三次 游戏就会结束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的前往下一个任务点 另一边 范培尔特通过手下的汇报 开始制定起抓捕计划 这家伙操控动物的能力果然不一般 男主这边和老黑发生了争吵 正所谓冲动式魔鬼 气愤的老黑 直接把他推下了山崖 好在男主大脑清晰 没有选择一抱还一抱 在他的鼓励下 大家也恢复了理智 四人进入市集 老黑却无意吞食了蛋糕 身体瞬间就爆炸了 接着游戏中的人物找到了男主 在他的带领下 大家来到了一间屋子 女孩给出了提示 当男主打开篮子后 里面出现了一条黑曼巴蛇 危机关头 男主抓住了毒蛇 而老黑也展现了动物学家的技能 轻松就拔掉了黑曼巴的毒牙 贝瑟尼拆开图纸找到了提示 而敌人的小队也发现了众人 一颗突然出现的烟雾弹 却掩护四人脱离的危险 在神秘男子的帮助下 男主一伙人也顺利逃出了市集 原来他就是第一位选择飞行员的玩家 也是当年失踪的那个男孩 埃里克斯 四人来到仓库 找到了一架飞机 现在需要飞行员带领大家 进入下一个关卡 但是埃里克斯却害怕了起来 自己只剩下最后一条命 他可不想死在游戏里 在同伴的鼓励下 埃里克斯也放下了心中的恐惧 直升机冲向了天空 但守卫的炮弹 却擦中了螺旋桨的位置 导致飞机开始直线下降 现在没有办法上升 众人就不能逃出山谷 加上身后的犀牛 不断追赶着他们 在飞行员的提示下 男主重新安装好了零件 但绿色的宝石却掉落了下去 他们走出山谷 老黑却尴尬地说出宝石的位置 没有办法只能再次返回山洞 为了引开犀牛 老黑也成为了牺牲品 在他的掩护下 男主也顺利拿回了宝石 他们在空中几经波折 好在最后接住了再次复活的老黑 大战结束 埃里克斯没有辜负众人的希望 没想到自己却被蚊子咬了一口 原来飞行员的弱点就是蚊子 看着生命逐渐消失的埃里克斯 贝斯尼也决定把自己的一条命续给对方 终于五人来到了终点 游戏最后的关卡就在眼前 当男主拿起宝石 一条火把直接通向了山顶 男主想起之前的提示 觉得只有通过攀爬才能抵达终点 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一只突然出现了松鼠 吓得他手忙脚乱 直接从树梢上掉落了下来 落地后 自己也变成了美洲豹的食物 老黑利用动物学家的身份给出了建议 随后 兵分五路的队友开始完成各自的使命 Masha来阻止敌人的追捕 飞行员负责吸引美洲豹的注意 老黑则通过自己的技能控制了一头大象 三人集结到一起 没想到贝斯尼却被抓了起来 现在队友变成了人质 周围还有无数只美洲豹 男主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危机关头 赶过来的老黑成功分散了敌人的注意 大象冲破了豹群 随着一声枪响 宝石也飞到了远处的山坡上 男主则驾驶摩托车前往终点 等待队友把宝石交给他 Masha三两下就来到了爬坡 东西就在眼前 但这里到处都是毒蛇 他小心翼翼的拿回了宝石 等待男主到达山顶 突然所有的蛇群站立了起来 原来是范培尔特控制的毒蛇 Masha听到山上的动静后 立马就做出了决定 他主动挑衅毒蛇 激发了自己的弱点 随着肉体的爆炸 他便失去了第二条性命 当男主看到空中复活的Masha后 直接把摩托车的马力调到的最大 车子飞越了山顶 男主定用钩锁拴住了石像 随后在空中接住了宝石 两人安全落地 他便再次把绿色宝石放了回去 在Masha的提示下 五位玩家同时喊出了有慢级的口号 能量冲破了整个山谷 原本的敌人也化成了灰烬 山谷恢复了往日的样貌 向导也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艾利克斯首先离开了游戏 大家看着眼前的景象 甚至还有着一丝丝的不舍 随后他们一个个退出了游戏 重新回到了现实 影片最后 虽说艾利克斯没有见过四人 但是他能感觉到这四位 就是游戏中的伙伴 为了纪念贝瑟尼的救命之恩 他也给女儿起了同样的名字 当校园的咚咚声再次响起时 大家也选择 毁掉这个讨人厌的游戏